出动吊具机场人员吊起跑道上的飞机 昨天下午三点多 德安航空在台东机场训练驾驶起降 飞机准备着地时因为副驾驶忘了放起落架 而一旁的正驾驶也忽略造成机腹直接着地 所幸当时只有正副驾驶在飞机里没有其他乘客 只是落地时飞机外皮跟跑道摩擦 火光四射 吓坏塔台人员跟机场消防单位 紧急出动泡沫车抢救 他太注重在发动机失效的操作上面 以至于miss掉起落架的收放 所幸飞机没有爆炸也没有伤亡 不过台东机场跑道因此关闭三个小时 导致六架搬机延误或取消 飞机我们也已经投回到机坪 明天就进行飞机的检测 评估后续修复的一些作业 德安航空表示以线上发放 折价200元红包给客人押金 并且展开调查 GTV新闻综合报道